这个里面全是羊肉 大家好 又网购了一些东西 今天买的这个是杜包肉 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刷的 短视频看到有蒙古那边的人就吃这个东西 于是就买了一点 感觉看着还是挺好吃 这一袋是两斤八个 买成130块钱也是顺丰包油 然后网上还有七八十块钱两斤的 我当时想买那个的 然后我看了下评论 评论说不好吃很臭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还是买稍微贵一点的 选顺丰发货的 然后在网上看到吃这个杜包肉的时候 他们会蘸着韭菜花酱吃 我买这个的时候 我看了下他是没有送韭菜花酱的 于是我就去买了一瓶韭菜花酱 收到快乐之后 他又送了我两包料 也就是说我这个韭菜花酱白买了 然后这个方法就按照店里面的方法来做 上一次那个雪肠 很多人说这个我那个方法不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是按照那个店家给的那个菜谱来做 好了不说了 现在把这个弄出来 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把杜包肉洗一下 然后下锅煮五分钟 准备一点葱姜 准备一点葱姜 还漏了一步 菜谱上面都为了防止 杜包肉在煮的五分钟 爆开 要用牙签在上面扎一点小孔 要不然会爆 然后这边准备一个高压锅 葱姜 加水 再放一点点盐 五个五分钟 然后把它捞起来 然后放进高压锅 压个半个小时 就要放大小时 干净 叶子 要这么加烫 下锅煮 我还要把足够肉拌开 呢 先降下来 扎一下 再煮一下 再煮一下 水 再煮一下 沙中 �湯 鸡 哇 这里面全是羊肉 农农农的这个韭菜发酱 这个是帅肉辣酱 不是松的 哇 这羊肉好吃 看这个酱不好吃 炸的酱还没得补炸的好吃 我都给你准备尿可莱包奶酪棒 高盖美味 助力成长 奶酪就选尿可莱包 祝你香气666 嗯 红烧鲜 为主 吃来吃吃饭 给你妈吃 它这个肉里头还放的有其他的香料 绝对是啥东西漂亮的 葱子嘛 就这么啃的好吃 加了这个料还不好吃 这个韭菜发酱 哇 好喊 好喊 交换 吃不来这个酱 这个是松的蒜笼拿的 吃到约翔豆瓣酱去 你看看 东北酱的味道 在网上看到他们家的韭菜花酱 以为很好吃 结果韭菜花酱吃到 我吃不来 我吃了不好吃的 小蒜笼 小蒜笼 一握 都没有 好嘞 有些烧鱼 这一根是酸羊肚的棉线 来一碗这个猪肉的汤 这个汤好喝 淡淡的羊肉香味 总的来说今天这个肉还是好吃 肉和汤都没有那种羊烧味 那个肉吃的还比较香 但是送的这两袋酱 这个韭菜发酱 吃不习惯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